续台 欢迎继续锁定Superstar 我要当歌手 无论您是在哪里的观众 透过电视或者是网络收看 我们非常感谢您 支持这些新朋友 因为每个礼拜 太旧换新的速度非常之快 也表示我们的挑战者的素质 是非常之高 为大家介绍目前的 衛冕者东如 大家好 便利商店小王子 接下来是志柔 我们的戏剧系毕业的 所以唱歌张力非常强 接下来新加坡来的子慧 非常棒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我们一直衛冕的亚妮 以及我们上周 从复活赛回到这个舞台 而且晋级的 违禁品二人组 伟臣 静志荣 恭喜 好 今天这样子的阵容 能不能持续下去呢 我们当然是抱以无限的祝福 不过终究还是要以实力决胜负 我们把现场交给 评审长小燕姐 好 每个礼拜一开始就发现 上个礼拜如果你没有看 又是一个新的局面 除了雅妮以外 其他都是一个新人 让我们来欢迎 王志明老师 大家好 袁维言老师 同学 大家好 我们往右边看一下 这两位评审的服装 要比你们两个好态度 我知道 感觉有搭配 阿贺老师 而我们黄国人老师呢 杨阳峰 没有 这叫透透风 透透风 他现在走透明风 上个礼拜也透明 你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能不能告诉我 有第二穿吗 老师突然要穿透明他的衣服 没有啦 因为正好进去那家店 看到透明的 一次就买了十件 所以我们这十个礼拜都看你穿透明的 没有 我会隔周穿 好 吓一跳 其实我们节目当中更重要的是 三百位观众朋友 他们在另外一个现场 黄紫娇 是的 在我身后就是本周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三百位观众评审 欢迎各位同学 待会也要发表他们的高见 当然还有我们的灵魂人物 阿贺老师 李军的Superman 马上进行我们黑歌合作赛 我们的毕业生回娘家 欢迎亦凡 还有亚如 今天这位歌手 所有的朋友都会非常的喜欢 因为他曾经唱过太多 快支人口的热歌或者是情歌 我们来看看他是谁 黑歌之王歌手合作赛 两位毕业生将个别与 八片歌手合作标歌 进行对抗 本周要与毕业生合作的歌手是 全方位动感歌机 温蓝 兼具广野热情 与温柔细腻特质的他 1998年与吴宗憲合唱屋顶 16年来 在排行榜上历久不摔 更创下多首快支人口的 全名K歌 多元领域的亮眼表现 更展现他全方位的魅力 今天两位毕业生与温蓝 即将重现两首不败经典K歌 究竟谁能胜出呢 温蓝小姐 欢迎 好 谢谢温蓝大家好 温蓝 这件衣服是你的照片 在上面吗 很多人说很像 但是不是 这是宣传服 对 最近发行的 我的最新单曲 永远说永远 永远说永远 好 来 请到台上 你好 就看到一般 赛德克巴来的时候 对啊 没有砍到他的头 我今天没有要切副自嘲 没有出到他的嘲 其实那个时候 你们就认识了嘛 对 对 没有想到他来到这里 对 而且不知道他原来唱得比演得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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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赞 其实真赞 自己讲盘了很高 好 很可爱 先跟公主开始好不好 谢谢 一般 公主 公主跟公主要唱什么歌呢 今天带来的是 傻瓜 这也是一首 这个卡拉OK 世界名曲 世界名曲 快进入二口 快进入二口 来 我们来一起听 傻瓜这首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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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都懂 没有什么不同 眼光闪烁 爱没流动 闭上眼当中听声 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 没有什么不同 故作软弱 撒娇害羞 只是有一点别流 想法也许单纯的多 爱的没那么做错 爱上了你不保留 傻瓜 我们都一样 被爱情伤了忧伤 相信这个它不一样 却又再一次受伤 傻瓜 我们都一样 受了伤却不投降 相信付出会有代价 代价只是一句 傻瓜 傻瓜 我们都一样 被爱情伤了路上 相信这个它不一样 却又再次受伤 却又再一次受伤 傻瓜 我们都一样 受了伤 却不投降 却又再次受伤 相信不求会有代价 代价只是一句 viol off 生able 海 彩 千万 爱好 亦凡 你要选哪一首歌呢 他選也是最經典中的經典 屋頂 溫習一下這首 屋頂 聽著另一刻夢境 說夢中被囚醒 我還是不確定 怎會有動人順利在對面的屋頂 我悄悄關上門 帶著希望上去 原來是我夢裡常出現的那個人 那個人不就是我 我離了模糊的人 我沒有同樣的默契 用天線 太想愛你的形狀 在屋頂唱著你的歌 在屋頂和我愛的人 讓心情跌著前途浪漫的夜晚 擁抱這時刻 這一分一秒 全都停止 愛開始交代 愛在屋頂唱著你的歌 在屋頂和我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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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的一些我最孤獨的夜 擁抱這時刻 在屋頂和我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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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歌刚开始唱的时候 大家都在屋顶上唱 真的 好 我们来听听黄子娇那边怎么说 好 谢谢 谢谢我们三位歌手 好经典 也祝福温蓝的新歌 Never Say Never 受到大家的肯定 各位 你喜欢的是红牌 代表雅如跟温蓝所唱的傻瓜经典歌曲 还是亦凡跟温蓝所唱的屋顶 也是很经典的请举白牌 一万块的奖金 奖落谁家 三秒钟之后 齐同票 三 二 一 好 现在我们要来看 到底是三百万观众 选的是红牌的雅如呢 跟温蓝呢 还是徐玉帆 跟温蓝的屋顶 翻试试 是红牌的雅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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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红牌的雅如呢